投票讯息带您来关心到消防队员涉嫌泄漏资料 连政署搜索新北市消防局第二大队以及新庄分队 带回至少8名消防员 原来他们涉嫌透过手机通讯软体通报欧卡案件 给特定的殡葬业者帮助他们去抢生意 只要成功一个个案就可以收取5000到2万元不等的报酬 消防大队表示会全力配合调查 8名队员经过新北检附讯之后 有两人遭到生压 另外6个人则是以5万到30万交保 要不要澄清一下 面对镜头全程不发一语 还有人低头遮脸快步离开侦查大楼 社会的8名消防队员经过新北检附讯后结果出炉 有两个人生压 而其他6个人则是以5万到30万元不等交保 消防局也召开考基征审委员会 事案人全部调离限职 行政责任再行一处 救护车抢救伤病患 却传出新北有消防员涉嫌和殡葬业者合作 泄露失去神明迹象的欧卡案件各资 帮殡葬业者抢生意 用比较特殊的投资团体 有案件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讯息传过来给我 25号早上9点多连政署到新北市消防局第二大队和新庄分队进行搜索 8名负责接听请勿电话的消防员被带回 他们疑似通报讯息给特定的殡葬业者 每个案件收取5000到2万元不等 个人的不法所得从上万元到数十万元 检掉单位查扣相关的文件和电脑被调查的消防员平均年资超过10年 召该考级委员会予以调理限制进后调查 本大队秉持故障无中原则依法办理 强调权力配合调查商病患都还生死未捕 殡葬业者为了抢生意早已不堵在家门口 个资竟然还是消防员泄露的家属恐怕难以接受 记得新北综合报导